今年年初,阿里巴巴突然宣布,在未来的三年内投资一千亿,成立探索世界最先进黑科技的达摩远,为人类解决未来科技。 最近,马云又宣布成立一个叫罗汉唐的研究机构,这个机构是由阿里巴巴提议的。 主要研究对象是,世界社会学、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多项领域的世界高端学者们,一起研究与随人科技的创新诞生的社会经济等课题。 6月26日,罗汉唐在浙江杭州成立,和黑科技的达摩院一样,罗汉唐同样也包揽了世界高端的学者大师。 这个研究机构的首批委员会成员,包括了五名诺贝尔奖获得者,除此之外还会各种高端的社会学家、心理学家、忍耐学家等加入。 自达摩院成立以来,已经在人才和基础研发领域,有了一个非常不俗表现,达摩院拥有十几名高端科学家,还有数百名研发人员的强大科研阵容,而且已经成为新兴科技的创新基地。 在芯片领域,研发出了AI芯片,还收购了中天威系统公司,扛起了中国芯片的大旗,在量子计算上,推出了最强量子模拟器探章,挑战了谷歌的量子霸权。 最热门的区块链领域里,专利申请数以达世界第一,每一次新的科技浪潮到来,一般都犯随着社会的抵制。 例如,工业革命时期,出现手工工人,因为担心被机器抢走自己养家糊口的工作,暗中勾结,集体谋划了一场捣毁仿制机的事件。 被称作炉的运动,在汽车刚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,宁国政府还通过了一个红旗法案,现在来看你会觉得非常神奇。 规定了每辆汽车必须三个人开,其中两个人在车里,另外一个人必须不行在车子前举着红旗,车子不能超过红旗。 而现代的大数据,AI的发展,人类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恐慌。 去年,纽约克的封面文章预言,为了机器人将大量取代人类工作,人类只能向机器人乞讨。 最近经常能看到无人机和自动驾驶的身影,他们的AI操控的安全性,也成为世界科技的难题。 在某个峰会论坛上,安全专家说,截持一架两公里类的无人机,是非常简单的,只是掌握一点无线电的基础知识。 这些黑科技技术,正在改变着全球科技,这些五花八门的问题,不仅仅是一个科技公司的问题, 更是整个人类社会,新经济发展会面临的问题。 罗汉藤的成立,就是为了给全社会服务的平台,达摩愿定了三个目标, 以要比阿里活的时间长二。 未来服务的客户,至少要面对全世界二十亿人口三,不能有头看过去, 必须先将着想,用科技解决问题。 而达摩愿加上罗汉藤,正代表了阿里的价值观, 只有让科技更好服务人类,才是优势敏感的企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